近日,李小璐的女儿甜心在某次演出上表演了难度较高的《克罗地亚狂想曲》 只见她身穿红色西装,打扮精致,在台上十分自信流畅地弹出了这首曲目 其台风已有大师风范,小小年纪就如此优秀,着实令人佩服 李小璐忍不住发文感叹,妈妈太为你骄傲了 这已经是甜心演出的第三年,看到女儿的飞速进步,她一度感动到流泪 随着甜心演出视频的流出,网上陆续曝光了更多相关视频 其中包括甜心在演出后台备场,才不过九岁的她,就有了一线女星的排场 当时甜心已经完成化妆,穿上了定制的礼服 妈妈李小璐亲自为女儿梳头,不知道是因为冷还是疼 甜心眯着眼睛,表情有些难受 而在李小璐甜心的旁边,围着一群工作人员,几乎把整个房间都站满了 给甜心最好的待遇 甜心的身边时刻,都有工作人员相陪 后面搀扶的工作人员,双手搭在甜心的背后 全程弯着腰走路,露出一脸喜庆的笑容 在看参加比赛的其他小朋友,形单影智地站在一旁 和甜心房间的热闹形成鲜明对比 知情人士透露,当时甜心身边有五六个工作人员相陪 其助理更是服务到位,为了配合甜心的身高 只能蹲下来为其递水 从这排场来看,妈妈李小璐估计把自己整个团队都带来了 一方面是给甜心加油骨气 另一方面也是利用现有资源 让甜心受到最好的待遇 至少在妆发上能超远其他人 看到甜心的超高架势和排场 许多网友纷纷表示理解 大概每个妈妈在自己有条件的情况下 都希望给自己孩子提供最好的生活吧 当年贾乃亮李小璐离婚闹得满城风雨 女儿甜心陷入舆论,为众人指指点点 这几年里,李小璐和贾乃亮放下嫌隙 把女儿保护得非常好 如今甜心已经九岁了 不再是从前喜欢抠脚的女汉子 而是长成了挺挺玉立的大才女 经历一番风雨的甜心 越来越漂亮和懂事了 明镜需要您的 monsieur